中華Icon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台杰還有新年部的朋友大家好 就其實過了三十歲以後 這個2016年其實我讓自己想像 走一個比較緩慢的路調 然後所有我做的事情 都是覺得自己覺得好玩的 休息了差不多快要半年的時間 然後馬上就要進入新的劇組 新的劇組開拍片也是一個喜劇 那今年有很重要的影片要上演 就是郭清明導演的絕景 然後另外一部就是林林東導演的《沖天火》 在這個2016年也自己做了一遍 覺得很有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開始參與電影的幕後的製作 電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愛的 已經變成是一個日常生活 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享受從林開始 每一天其實都是從林開始 所以這是我2016年的進行事 作為這一期的後面人物 我覺得我自己玩得非常的開心 大家也期待出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 為了更多那些事情 前往每次都要在這個地方 進行運動 那裡也是從林開始 再是從林開始 在這次的地方 我不是在這裡 那你就'd be 你回到你的地方